桃園系关于沟中这一名流姓沟厄男学生 昨天跟朋友到这个竹北的新月沙滩去细水 想问意外被海浪给卷走至今仍旧失联 而刚中了解这一名沟中生 他是校内的橄榄球校队成员 事实上所属校队是小有名气曾经夺下全国冠军 内水家属今天持续守在海岸边来祈祷 希望能够再见儿子一面 爸妈在岸边埋着头忍着泪祈祷 弟弟懵懵懂懂在海边跑来跑去 似乎不知道哥哥溺水消息 弟弟蹲在一旁拍拍安慰母亲家属白天等到黑夜 还是等不到消息 三号下午桃園关于高中一名流姓男学生 在竹北新月沙滩溺水 校方及同学听闻消息都相当担心 球场上高中生互相用手扣住彼此大打橄榄球 这就是流姓学生所属的关于橄榄球队明星校队 流姓高中生今年高二是体育班学生 因为伸手矫健还加入橄榄球校队 球退成军两年就夺全国冠军 近期跟到马来西亚参加七人之球赛一举冲进四强 流姓学生传出溺水意外 同学跟老师都难言震惊 发生意外的新月沙滩是当地知名景点 可以一览180度海平面吸引不少人常来踏浪看夕阳 但其实是禁止溺水水域 其实前一天才发生溺水意外 仍然还有民众想来溺水遭到驱离 四年前也有一名菲律宾移工在这里不幸溺壁 原本美丽风景的沙滩 现在却只剩家属跟搜救人员 期盼会有奇迹发生 记得综合报道